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将要把弓拉开 这就是开弓技术 开弓是利用持弓壁的伸展和拉弓壁的肩胛骨内敛的力把弓拉开的过程 开弓时采用前称后拉的方法沿最短距离拉开弓 根据举弓方式的不同 开弓方法略有不同 水平举弓的开弓 拉弓壁贴下颌水平向后拉开 持弓壁水平前称 眼睛盯住准星 保持准星始终在黄心里 如果是高位举弓 开弓时眼睛不要离开准星 以检查准星是否偏离了黄心的垂直线 使弓弦到位的同时 准星也进入黄心 开弓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准星要准确地进入黄心 不进行第二次的移动瞄准 开弓要稳定 保持举弓时的稳定性 另外要果断 用力不犹豫 还有就是 每次开弓 拉锯要低制 否则会破坏整个射箭的节奏 拉锯小 箭就低 拉锯大 箭就会高 我们在开弓过程中容易犯这样一些错误 首先是开弓的动作不到位 看 开弓之后 拉弓壁位置不到位 不得不又进行调整 这不仅延长了射一支箭的时间 还破坏了整体节奏 即使是动作调整过来了 在瞄准过程中 还是有回到悬位的可能 正确的开弓要根据自己的特点 找好拉锯 一次倒背 不再进行调整 开弓中另外容易犯的错误是 身体重心位置发生了变动 拉弓时 身体前倾或者后仰 都破坏了用力的方向 正确的开弓 身体应该保持最初站立时的姿势 还有 抬头 眼睛离开靶面向上看等动作 也应该避免 用力不当还可能使身体向右倾 这也是不对的 后手位置不固定 这个错误和接下来的靠弦技术密切相关 要解决它 我们先来了解正确的靠弦动作 靠弦是拉弓完全后 弓弦接触到身体的过程 靠弦的过程也是人控制射箭技术规格定位的过程 定位点包括鼻 口 下巴和胸 这几个点位置固定了 整个动作的位置也就固定了 同时 食指要靠在颗骨下面 大拇指自然弯曲 直向掌心 很多人都会忽略胸部的定位点 其实这很重要 它可以保证开空的拉锯不变 不会出现高低件 靠弦按照勾弦手的定位 可以分为侧向定位 弓弦靠在嘴右角处 这种方法带有一定的补偿性质 有利于后背肌群的用力 另外还有合下定位 弓弦对正鼻 嘴和下巴的中央 靠弦动作就像一把尺子 决定着整个动作的位置 靠弦中容易出现的错误多种多样 主要有弦到位时 头去够弦或者是后仰 够弦也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接弦 它和后仰一样 都会造成整体姿势的改变 正确的靠弦要保持颈部放松 头不动 弦主动靠头 就像船靠码头一样 还有的错误就是 靠弦动作不是一步完成 先靠到一个位置上 再进行调整 最后才到位 这样多余的动作 增加了整个射箭技术的动作程序 靠弦要一步到位 不再有多余的调整 保持整个过程干净流畅 另外的错误就是 勾弦手和脖子之间有空隙 这样最大的危害就是 容易造成拉弓臂的轴往下掉 破坏直显用臂 另外定位也不准确 正确的动作要求勾弦手紧贴脖子 尽可能不要有空隙 是靠弦稳固准确 还有就是勾弦手过分紧张 这会造成整体动作紧张 无论是向内抠还是向外掰 都容易影响后背激情的正确用力 对撒放产生不良影响 勾弦手应最大程度的放松 同时手不要参与其他方面的工作 最后的错误动作就是 弓弦到位后 嘴没有闭上 要知道 嘴是靠弦定位的重要定位点 嘴张开或者闭笼 射出去的剑高低时不一样的 我们看正确的动作 弓弦到位的同时 嘴也自然地闭上 上下牙齿应该轻轻地靠在一起 既不张开 也不紧密 保证弓弦在嘴的定位 自然准确 靠弦的结束 也就是射箭基本姿势形成的时候 我们先来看持弓弊 从正面看 持弓弊的肩轴手用力点点成一条直线 推弓手与前肩平或者略高于前肩 形成这样一种姿态 我们直线用力的目标就有了保证 俯视看 肩关节的角度应该尽量的大 肩关节中心与肩杆的垂直距离要尽量的短 越短 持弓弊越接近肩的延伸线 越符合直线用力的原则 无论是持弓弊还是拉弓弊 都要有一个沉间的动作 拉弓弊的沉间可以帮助我们把肘抬高 促使拉弓弊前臂进入射箭面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利用后背激情的力量 形成正确的用力方向 但要注意 利用沉间之势抬肘不要硬抬 再来看拉弓弊 前臂要高于建的延伸线 前臂和手腕都要完全放松 处在一个平面上 在俯视的角度上看 拉弓弊前臂的纵轴应该在勾弦点 搭建点和把中心点这三点所处的射箭面上 从理论上或者实际过程中 这样的位置都是最合理的 最符合直线用力的原则 再来看看身体形态 身体保持正中位 重心的垂直线多于两脚之间 保持拉弓弊和持弓弊的左右对称力 使身体呈现出十字用力状态 勾弦点最佳位置在重心垂线上 从侧面看 身体略前倾 重心的垂线前移 最大的前倾角度 就是前额的投影点 不超过本人的脚尖 这样站立 人为了保持平衡 肩胛骨会自然内敛 两臂自然后身 加强了后背肌群的用力 总之是重心在前 用力在后 最后用力姿势从正面看 推弓点 勾弦点和拉弓臂 肘关节中心点在一条直线上 后面看 推弓点 两个肩关节的中心点 应该成为一条直线 徒手练习 是练习射件的必修课 多少世界冠军 就是从徒手动作练起 逐渐点就百步穿扬的 增加支撑面积 重心略向前移 前脚掌用力要大一些 保证身体正直的站在地面上 要站得要稳 完了以后呢 咱们加上一个手上的动作 两臂同时抬起 要求他肩抬肘 然后头自然转向左手 右手向上举起成45度 小臂放松 产生自然弯曲 让右手的食指贴在下额骨上 大拇指靠在脖子上 保持这个姿势 五秒钟 对 两脚开立与肩同宽 对 脚尖略向外展 重心前移 前脚掌用力大一些 加上上臂的动作 对 十字贴在下额骨上 对 大拇指贴在脖子上 先留一会儿一点 好的 好 保持这个姿势 多停一会儿 另外呢 射箭需要的是俯视呼吸 不是胸视呼吸 现在再做这个动作 从头咱们再做一遍 另外呢 就注意一下 调整一下呼吸 呼吸呢 呼吸的方法是用嘴吸气 用鼻子往外呼气 要求慢而深 两臂 同时举起的同时 用嘴吸气 吸气呢 不要吸得太满 吸到80%左右 就可以了 完了 等自己做动作的同时 感觉到胸腔憋着的时候 把那点余气呼出去 用鼻子呼出去 吸气 保持住 对 感觉胸腔发憋的时候 就呼出去一点 好 保持现在姿势 对 注意擦肩 好的 对 手腕要平 对 好的 下边 下边 我们做一下 举弓动作和开弓动作 跟刚才一样 保持好现有的这种站立姿势 转头 两臂同时抬起 要求 拉弓臂 也就是右手的小臂 绕侧 要靠在前骨的下边 同时 手腕 与前臂 要处在同一个平面上 保持住现有姿势 然后呢 是开弓 在开弓的时候 要注意 是背肌 以肩关节中心为肘 带动肘与小臂 做水平后身的运动 将弓拉开 靠上弦以后 力量不要停 一直向后走 再要求用力均匀 缓慢 好 首先站好 转头 对 对 马前稍微注意 手腕要放松 鼓合一点 对 要求手腕跟前臂 在同一个平面内 对 背肌力量不要停 对 后背主动去带 海肩这个肩要踏下来 对 肘要抬高 对 好 你先拿下来 我教你一座 他肩抬肘的动作 跟刚才一样 首先站好 同时还是两臂抬起 这回咱们做的呢 不是直臂 测平举 做的是两区臂 区臂抬肘 对 顺他肩之势去抬肘 肘不要硬房起抬 这样呢 肩胛骨做的是下回旋的运动 对 肩胛骨再向脊柱靠拢 我们要的 继续用的过程当中 要的就是肩胛骨 逐渐的向脊柱靠拢 让肘做水平厚深的运动 对 刚才你呢 肩没有塌下去 肘掉下来了 对 所以说要做好 塌肩 抬肘的动作 顺塌肩之势 去抬肘 并保持手腕 和前臂在一个平面内 好 你坐一下 马晨也可以去体会一下 让肩的动作 固定一下肩胛骨的位置 对 踏肩 抬肘 头转过去 对 把左臂伸直 体育好现在两肩胛骨的位置 对 食指靠在下额骨上 打拇指 切上脖子 对 现在这个位置就很好 多体会一会儿 找好肩胛骨 和肘的位置 踏肩抬肘 对 注意手腕跟小臂 拉弓臂 要处于一个平面上 现在射箭俱乐部里 玩射箭的人可真不少 对于初学射箭的人来说 一大难题就是 往往不会使用背部的力量 或者在开弓后 不注定后臂的位置 其实 只要你记住 拉弓臂的肘要高于肩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因为只要你的肘高过了肩 你自然就会用上后背的力量 而不再只用胳膊的力量 试试看 是不是这样 前面我们进行了徒手练习 现在我们可以把学过的动作 连接起来 做一下空拉弓的分解练习 除了掌握今天我们讲过的技术要点 还可以复习一下 前面所讲到的站立举弓等工作 中心位置 保持身体前撑后拉的对撑 去举弓 左手持弓 右手勾弦 头虽然撞向靶面 两臂同时举起 高度一般以拉弓臂的手 在眼睛平行的地方为准 举弓一定要稳 要找好中心的位置 上下开弓 对 举弓要稳 注意加强厚拉 对 不要往回缩 海间还是要做好擦肩 对 保持身体正中位 对 不要过于偏厚 举弓由于弓有自重 身体重心容易往前偏 此时一定要找好身体的正中位置 正中位在哪儿 也就是靠前点 垂直的这个位置上 与身体垂直的这个位置上 所以说像刚才你的举弓 过于偏厚 身体就产生后车了 明白 要保持身体的正中的位置 不是在后边 也不是在前面 是在正中的位置 好 对 举弓要举稳 对 注意在继续运力过程当中 肘不要掉 对 始终保持这个高度 注意举弓啊 有一个窍门 举弓呢 推弓的高度啊 一般是跟眼睛平起 不要太低 也不要太高 开弓一定要沿最短距离 拉过来靠前 也就是说 在开弓的同时 拉弓手要尽量贴近于持弓臂的方向 贴近于身体拉过来 要沿最短距离拉过来 对 好的 靠前位置一定要一致 回回要贴好 鼻头 嘴 下额 弓弓要偏左呢 容易造成剑 偏右 弓弓点贴的偏右了 就容易造成剑 偏左 啊 所以贴的一定要一致 对 踏肩 对 对 弓弓一定要靠正 对 举弓要做好 踏肩 转臂 对 弓三头 做内旋 齿饶侧 做外旋 对 这就对了 转臂的时候还见 一定要记住 不是全往内旋转 打臂呢 打两头 一是打这 一是打这 不转臂容易打这 但你转臂过大 一样它会造成这边 这侧打臂 小臂前端打臂 所以呢 转的时候是攻三头 再向内旋 齿饶侧 往外旋 正好是把这个 轴关节转 转平 让弓弦 不阻挡弓弦的 回弹路线 对 转臂 好的 对 这回弓身就好多了 对 这回弓身就是正的 好的 举国要找好身体正中位 前撑后拉要对撑 我们把弓当成身体的一部分 所以就应该理解它 控制它 成为弓和剑的主人 千万不要被器械牵着鼻子走 如果有一天你突然觉得设得不顺 成绩不好 不要想着换把弓试试 换来换去 以前定型的感觉全没了 多在自己的技术细节上找原因 这比你跟器械发脾气 有意义得多 在下一集 我们将在对境练习中 忌讳基本姿势的感觉 同时了解信号片的功用 技术讲解将进入 瞄准这一环节 下集见 大家好 我是吴惠 从事射箭有八年了 射箭上 我觉得心态比较重要 保持一个平常心 在射箭上会比较轻松一些 射箭有点像画画 画画的时候可能需要一种感觉 一种灵感 射箭也是需要一种感觉 每个人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要慢慢地去体会 大家在练子当中 就是够用心地去射美之间 你会体会到当中 有点奥乃馆所在 然后也会感觉到一种吸引力 真的想去体会一下的话 只能说去射一下 射一遍件 你才能感觉到里面的群体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